香港電影金像獎,昨天在網上公布得獎名單,蔡歸由金像獎主席二中星宣讀,傳程只有十多分鐘,成為了思想最短的金像獎頒獎禮。 泰埔憑叔叔一擊即中奪得影帝,影響就由少年的利就動於奪得。 而憑花椒之味和聖河西謀殺案兩部電影同時入圍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鄭秀文,就再次與獎項擦身而過。 今次已經在Semi錄到失落金像影后,他都忍不住說抱歉第六次令大家失望。 有網民分析Semi的落伐原因是因為曾經得罪過二東星,在2009年,二東星曾經沒有開名批評過有演員撒大牌,經常失虐。 之後Semi都在專欄中承認二東星所指的就是自己。 不過,雖然二東星是金像獎主席,但他都不可以操控賽果,得獎者是由兩輪評審投票選出來的。 大家都不用太心急,正如Semi自己說,他還好年輕力壯,會繼續努力,終有一天可以奪得影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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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